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8月7日 主角是戈壳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解人群 戈壳是利美的儿子 他的后裏戈壳人后来成为利美之派的重要中族 众所周知利美之派的人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色 上帝已经任命他们管理会莫 以及所有宪制仪式 在旷野里面 他们这支牌集中住在会莫的南側 后来当以色列定居在英许之地时 亦都为他们保留很多城市 阿伦和他的后代属于戈壳之派 他们是祭司 但戈壳的大多数后代 就扮演另一个角色 他们负责管理会莫中使用的 事物和所有家具 有人说他们组建了内部服务团队 因此大多数歌客人从事幕后工作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提供支援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 自愿协助教会的敬拜 从来未在人前站路头角 他们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或者不是太引人注目 有时人们可能会对自己 总是担任幕后的角色感到不满 但他们一定要知道 他们就是当今的歌客人 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默默付出 教会整体的运作系统 就会陷入停顿 清洁教堂或准备每周公告的人 与讲坛上的人一样重要 而门口的接待员 亦都与长老一样 同等重要 现在让我们一同讨告 上帝啊 让我满足于你给我的任务 即使他不受人注目 如果想详细了解歌客 可以延伸阅读创世记46章11字 以及文数记3章27至32字 今天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 明天会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